本期内拥有异甲焦点之战 罗文图是主场名剑欧水米兰 英超沃特福德和诺维奇 究竟谁能保击 兵工厂和狐狸城的强强对话 以及西甲西班牙人 无垒能否在诺堪普取得进球 精彩不容错过 哈喽大家好 我是斯坦利叔叔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首先我们先来看西甲 瓦伦西亚主场对巴拉多利得的比赛 这场比赛火载公司开出的是半球 瓦伦西亚上轮联赛占平了格拉纳达 最近四场比赛 仅取得了一平三副的战绩 目前换帅后 球队的状态并没有明显的好转 在争夺欧战席位的关键时刻 瓦伦西亚临阵换帅并非明智之举 如今蝙蝠军团与前次的分叉已达10分 欧冠已经无望 欧联杯的资格也是相当渺茫 最近近空端几乎是处于瘫痪的状态 复赛以来的七轮比赛 有四场遭遇了对手的零风 此前联赛主场不败的金森 被比尔巴勒打破 这对于他们的自信心有一定的打击 巴拉多利得上轮联赛主场 一比零小胜阿拉维斯 在复赛后六战收获了两胜四平一副 状态是保持的不错 34轮联赛过后取得了8胜15平11副的战绩 期间打进28球丢了37球 攻防能力都比较差 复赛以来的三轮西甲客场比赛取得了1胜1平1副的战绩 客场能力不强 网伦西亚过去10次面对巴拉多利得 取得了5胜5平的不败战绩 网季战绩绝对的优势 巴拉多利得能够凭借较为蓄力的反击 以及后场稳固的防守 在保证不丢球的情况下 极大威胁对方的防守腹地 同时也非常重视长传转移 本场只要发挥出自己的特点 有望拿到分数 网伦西亚这边帕雷霍有着典型西班牙球员的技术特点 作为中场核心 卡雷诺能够在球队进攻以及防守时 凭借自己出色的控球技术 成为网伦西亚进攻的枢纽 客队莫雷诺在场上可以撕直中位和后腰 是一名可靠的防守球员 提升了巴拉多利得的防守能力 对于球队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那网伦西亚近期的状态低迷 目前亚指开抽了主让 半球不可信 支持客队保持不败 这场比赛我个人是更倾向于主队 网伦西亚低迷了多场比赛 本场有望只推取胜 接下来是赛尔塔主场对战马德里竞技的比赛 这场比赛国彩公司开出的是受平板 赛尔塔近五轮联赛 两胜两平一负 不败率达到了80% 期间曾在主场2比2占平了豪强和巴萨 七甲复赛后的表现不错 相较之前有了大幅的提升 连续两场联赛主场出战 赛尔塔近赢球的七场比赛 有五场发生在主场 非常依赖主场抢分 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件非常有利的事情 本赛尔塔近联赛34轮过后 积35分排名第15 领先将急驱6分 仍有保级的压力 此前曾1比5惨败给了马洛卡 那场比赛的表现是相当糟糕 那上一轮七甲第34轮的比赛中 马进是3比0大胜了马洛卡 目前球队的士气大震 前34轮 场均打进1.35球 场均失球不到0.74 球队攻守兼备 已经连续三场联赛 至少打进两球 其进攻状态有明显的好转 复赛后的7战5胜2平 胜率达到了1.4% 竞技状态极佳 目前几62分高居联赛的第三名 仅次于巴萨尔黄马 本赛季的战绩初四 塞尔塔过去5次面对马进 取得了1胜1平3负的战绩 网季处于下风 西蒙尼会下的马进 战术风格特点非常明显 快速及很辣 防守有纪律 进攻有效率 当后防线抢到球后 他们会尽快的将球运转到中前场的区域 创造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机会 拉斐尼是一名才华横溢的左脚球员 他能够从中场位置上参与全队的进攻 并且能够控制本方的攻防转换节奏 总是能够助攻队友破门得分 是一个非常有威胁的球员 马进这边萨乌尔可以私直后腰和边前卫 踢球努力同时也很全面 他在高攻球中表现得很好 还能进球和代球 运动能力也很强 跑动覆盖范围大 同时有速度和爆发力 是一名不错的团队中场球员 目前的数据开出的是客让平半 给马进轻微力度的支持 萨尔卡近期的状态明显不如马进 结合目前上盘滴水 支持马进带走三分 这场比赛我个人的建议就是客队不半 巴塞罗纳对西班牙人的比赛 博彩公司开出的是两球半 这场就不做过多的分析了 巴塞罗纳坐镇主场 还要继续冲击冠军 那面对西班牙人呢 是非常糟糕的一个状态 这场比赛就两个字 学习 唯一的看点就是 吴磊能不能在这场比赛有好的发挥 如果你觉得我的推荐 对你有点参考价值的话 请点赞分享订阅 记得打开那个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一场赛事的推荐了 每周有很多比赛 我只是随机挑出几场和大家分享 如果有影片里面有提到的比赛 有任何问题 欢迎大家留言 我们一起在评论区交流讨论 我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 有兴趣也可以翻一翻我之前的影片 接下来我们来看水晶宫对切尔西 博彩公司为这场比赛开出的是受益球 水晶宫目前在联赛中处于中下游 33轮过后战绩只有11胜9平13负 战绩不算好 上轮客场是以0比3惨败给了莱斯特城 球队表现的是相当的糟糕 复赛以来水晶宫除了在主场赢下了博恩茅斯之外 目前已经遭遇了联赛的三连败 近况不佳 16轮联赛主场取得了6胜4平6负的战绩 主场战绩排名联赛的第13位 主场的拿分能力尚可 切尔西在上轮比赛中大胜了沃特福德 目前球队排名几身前四 自从6月份复赛以来 蓝军已经赢得了4场比赛中的3场 本赛季16个联赛客场拿到了8胜3平5负的战绩 客场成绩排在英超的第4位 客战能力稳定 复赛以来的3个客场赢下了其中的2场 即使输给西汉姆也能打进2球 复赛以来的客战表现不俗 5场各项比赛一共打入了实力进球 失球数只有5个 攻防表现不错 水晶宫过去5次面对切尔西 输足了4场 网季出于明显的下风 兰霸德的战术意图就是以防守为主 抢控球权 在通过中场的快速串联 和两名边峰的速度优势 打出高时量的快速反击 所以切尔西蓄力的反击 以及防守端的稳定发挥 是他们近期赢球的主要原因 扎哈来自科特迪瓦 踢球以速度快 突破蓄力而著称 作为水晶宫当之无愧的大腿与核心 扎哈的带球突破 是水晶宫发起进攻的重要源泉 这名队员当时也是在曼联 被当作球星来培养 不甘心坐在替补席所以转回到了水晶宫 切尔西这边威廉在反击中 持球突破能力绝对是世界级的 远射能力极强 绝对速度非常快 在兰帕德的战术体系中 威廉的发挥有着关键的作用 这场比赛我其实是看不太好 按实力状态肯定是切尔西 但是水晶宫其实也不弱 如果比赛里能偷一个 又是主场作战收缩防守 切尔西也不好办 接下来是沃特福德主场对战 排名倒数第一的诺维奇 博彩公司为这场比赛开出的是半一 那沃特福德本赛季 英超一共只赢了六场比赛 其中有四场是在主场取胜了 主场作战 或许沃特福德取胜可能性会提升 上轮0比3输给了切尔西 对的士气遭受了不小的打击 33场即28分 排在积分榜的第17位 距离降级区只差一分 复赛以来的两场主场比赛都未尝胜计 近期主场的表现也是不佳 最近的两场比赛都是丢了三个球 防守形同虚设 诺维奇上轮联赛是0比1输给了 布莱顿攻防状态都不好 最近五场比赛取得了一平四负的战绩 其中在联赛中是四战接败 状态是极其低迷 至今16轮英超课场比赛 仅赢下了一场课场战绩的排名联赛 垫底课场作战显然不是他们所擅长的 目前33轮联赛过后 一共是丢了61球 是联赛中防守第二岔的球队 沃特福德最近五次面对诺维奇 取得了两胜三负的战绩 诺维奇最近一次在客场面对 沃特福德是在2015年 当时诺维奇是0比2输给了沃特福德 主队本赛季英超银盘率不足四成 整体银盘率很低 客队最近四场英超比赛 接输盘 沃特福德的打法非常简单 落位451 禁区会有多人协防 拿到球就推反击打边路 没有什么复杂的套路和配合 依靠反击取分 特勒伊迪尼是他们的核心队员 草根出身 出道于英里 2010年加盟上载英贯的沃特福德 效力至今成为球队的队长 迪尼是一个非常适合沃特福德的球员 客队诺维奇这边 布莱迪亚这名年轻的阿根迪尼球员 给整个诺维奇带来了一些特殊的改变 个人出色的身体 对抗能力 技术娴熟 对于弱小的诺维奇是一个巨大的补充 速度快 爆发力好 拥有不错的盘带技术 船球不拖泥带水 时机拿捏恰到好处 具备作为一名攻击手所具备的主要特点 本场比赛对于沃特福德 确实是一个拿分的大好时机 机构开出主让半衣也非常容易理解 目前主队是0.75的数据搭配中水 不会导致上盘过热 因此可以入手主胜 反正两队是比着差 我个人是更倾向于主场作战的沃特福德 阿森纳对莱斯特城的比赛 博彩公司开出的是平半 那双方相差9分 不做过多的分析了 强强对话 比赛应该是会很好看 两队上一场都赢球了 冰空场能否继续提升排名 还是鼓励成守住前三的排名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写出自己的预测 提醒各位 做这个主彩推荐 并不是鼓励大家去买球赌球 完全只是我个人的爱好 因为喜欢足球 我相信大多数人 也是有自己喜欢支持的球队 更多的还是从足球比赛的本身出发 希望大家看球的同时 也能增加一点乐趣 仅此而已 最后我们来看一场 一甲的焦点大战 A3米兰主场迎战尤文图斯 国财公司开出的是受平板 A3米兰很有机会 取得联盟杯的参赛名额 球队战役可信 结局第三十轮 A3米兰以13胜7平10负 及46分战略积分榜的第七 战绩还算不错 在一甲赴赛之后的状态 也是保持的相当出色 四场比赛取得了3胜1平的不败战绩 过去的四场联赛中 A3米兰共打入了11球 紧丢3球 球队在攻防两端的表现都非常不错 在对阵罗马和拉奇奥的硬仗中 都零封了对手 上轮更是以3比0击败了拉奇奥 让他们的士气大增 游文图字毫无疑问是一甲联赛中的豪门球队 拥有塞罗 伊瓜音 迪巴拉 互逢的巨星 截取第三十轮 游文以24胜3平3负 及75分战略积分榜的榜首 领先身后的拉奇奥多达7分 游文的实力在联赛中是傲视群雄 复赛阶段的状态非常不错 好取四联胜拿到了12分 争冠对手拉奇奥和国米近期连续失分 游文创造一甲九连冠的伟业 概率也在逐渐提升 在过去的四场联赛中 球队是打进了13个进球 只丢了两球 在攻防两端的状态都非常出色 本赛季联赛客场战绩为10胜 两平三负 联胜在意料之中 他们的对手实力都很一般 例如都林 热内亚和莱切 都是联赛排名倒数的水准 游文接下来的赛程难度会逐步加大 两支球队最近的12场各项赛事的交锋中 AC米兰仅获得了三场平局 其他的9场比赛都以失利告终 本场机构对游文的支持力度并不深 不妨看好米兰主场不败 但是一讲 我是真的看不好 尤其是在AC米兰身上 当你看好他的时候 他会在若宇联赛副班长身上丢分 最后被对手绝评 当你不看好他的时候 在客场能以3比0的大比分 战胜了排名第二的拉西奥 所以AC米兰是一个非常难琢磨的球队 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意见 可以在评论留言 非常感谢各位的观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